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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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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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不叫极端 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给我设定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呢 那女人在家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闲内住 是不是应该管好后院 是不是应该相扶就职 我管得差了吗 是不是应该 我管得差 是后院起火了 还是后院烧房了 咱们俩就说吧 就是最近这二年 咱俩因为刷碗这个事打了多少张 对 我不喜欢刷碗呢 刷碗伤手啊 那为什么你不能刷呢 有谁 有哪条不一定说一定要女人去刷碗了吗 你可以不说 但是你有必要把碗都撇了吗 你跟我说的 你说你不勒一刷你就扔了呗 那又哪个带着扔了呗 我听话呀 就是我俩最严重的时候你知道吧 就是他不说我也不说 就是最后拿一个袋桌上全扔了 家里的过碗瓢本全扔了自己 就已经吵到这种地步 就因为一个刷碗 我不知道就是说 你是怎么想的当时 但是我认为女人在家 就应该有一个女人的样子 我应该什么呀 像隔壁大姨一样收戏一辈子吗 人怎么收戏了 就是老头说什么是什么 想说往东就得往东 说往西就往西 自己的生活不能有 我不是那种人呢 你跟我在一起 第一天的时候我就不是 我到现在我也不是 你也改变不了我 是 你能改变我呀 你把我的生活圈子 把我的兴趣爱好全给我改了 我改变你那是有原因的 我现在 你为什么改变你生活圈子 我现在仅剩那点业余爱好 你也准备给我掐死了 我不没掐死呢吗 主持人你说 我就是这点兴趣爱好 我现在喜欢钓鱼了 咱说是一个挺好的兴趣爱好 我个人认为 他修身养性 他可以静下心来 想明白很多事 在钓鱼的时候 我现在要是去钓鱼 我必须要提前一天 把他放出去 我可以安排我的朋友 陪他出去玩 甚至玩个通宵回来 因为第二天 他可以自己在家睡觉 不烦我 要不然就是 三分钟一条信息 五分钟一个视频 你觉得我那是烦你 主持人我跟你说 他不会游泳 他去钓鱼 我觉得挺危险的 如果说你钓到水里 谁去救你啊 河深半米 我能钓里能压人好歹人 再说了 斩的那钓鱼 咽死人的没有吗 我也不站河里钓鱼 你这样按钓 他不也有折腺去的吗 那是鱼钓我 那不是我钓鱼了 你再说了 我不把你放假 你带你跟我去的时候 我都是跟我朋友们 一起去钓鱼 我不求你跟人家的媳妇 女朋友一样 在身边陪着 去处处去支持她 去帮着钓鱼 一定要一天一夜 那么去玩 我不求你那个 你别五分钟一走 半个点一走啊 那我不喜欢在那儿待呀 你说我挺好的 一个社交活动 上拉让你给我搅的 一点面子没有 人家现在 说我了 你媳妇跟你来没 每一次我去钓鱼 有人都在问我 你我不喜欢你和他们家一起玩 你觉得你跟他们玩都一起去了吗 你口口声声说 说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格局的 你说不愿意让我跟他们一起玩 行 那我原来的兴趣爱好呢 我起码射击 跑赛车的时候 你又告诉我危险 你也不让我去玩 你不惜这事 我还不惜地说你呢 真的 那咱们都是亲眼看见吗 玩射击的时候 炸了 把耳朵崩坏了 有这事吧 玩赛车的时候车翻了 人家底下了 有这事吧 咱就不说别骑马 你还好意思说 那马瘦了 你胖了 你不到 那你说 我去跟他们在一块玩 我去到那个圈子 我为的是啥呀 我不是为了接触到更多的人 接触到层面更高的人吗 那为啥 我让你跟我哥在一起住在那儿 喝喝茶 聊聊天 你就坐不住呢 我能聊 那我不是为了提升 你的生活标准吗 那我喝茶 我就能喝出来我的余生了 我就能后半背入 有事有缓 一丝无忧了 他们喝茶 他们哪个没有买卖 哪个没有自己每天进钱 他们坐那喝茶 手机一会儿 微信到账多少 支付宝到账多少 一会儿来一个电话 签个多少万的合同 那是人家干的事 我呢 我坐那喝茶 只能是哎呀 随开了 呀 茶一个泡梅味儿楼子 换问茶 那不是让你在学吗 人家为什么每谈一单生意 人家能谈成物 是让你学人家为人处事 你明白吗 他们就没有点兴趣爱好了 有 都有兴趣爱好啊 但他们的兴趣爱好 跟你一样吗 我有个哥不也喜欢钓鱼吗 但是人家会把一些事情 安排好了之后 再去钓鱼 你呢 我不也知道安排好吗 你安排好什么了 我安排好你就行 你除了安排好我以外 你还安排好什么了 把你安排好了 就是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你还好意思说钓鱼 你骗我的事你怎么说呀 我骗你怎么说 他骗我啊主持人 他骗我给你买鱼杆 我什么时候骗你买鱼杆的 你再说 在郑州那一次 你没骗着 你没骗我去给你买鱼杆吗 你看完了回来告诉我 才几百块 我一去付了多少钱 骗我说给客户了 最后你自己用了 那人家不要啊 是人家不要吗 你好意思说吗 我根本就没听见 人家说不要两个字好吗 那就是人家不要 都是你自己在说的 那反正钱花了 那人家我还能拿回去退了啊 不能退 那你要想买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又不是一定会拦着你 现在你就是在左右我的人生 我左右你人生怎么了 我挺大个老爷们 我让你左右我的人生 我为你活着 我没让你为我活着 难道好比说咱们两个人 有个家为这个家活着 不是为了我 不是为了你自己吗 难道都是为了我一个人吗 那你现在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不是吗 我把你身边的朋友摔掉 一拨又一拨 一批又一批 难道不是吗 你看他承认了吗 我听起来女生其实挺嫌弃男生的呀 你看中他什么了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圈层很好的男人呢 我最开始和他摘起钱的时候 因为他对我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他适合生活和继续走下去的人 男生我现在听明白了 女生在帮你做生活改造 或者叫改造你 对吧 这是你第一个不舒服的地方 还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 让我不舒服的也算是他家里人 对我的一些 算是一些做法吧 怎么了 你说说 因为平时 你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平时家里人也都见面 也隔山岔屋了 也出去旅游出去玩 就是可能给我的感觉 现在我在他们家人眼里边就是 司机拎包了 可能也就是个厨师 就是他们对我有那种 不冷不热的那种感觉让我 每每跟他妈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都是 始终是我一个人在开车 不管去到多远 去几十公里也好 几百公里 到海边也好 都是 始终就是我一个人 下车了 到酒店去 我是开房的 我是拿行李的 都是我 就没有一个人会上前帮我一把 然后过年过节去大家的时候 满屋的十多个人 我一个人在书房忙 我第一次去 所有人都没有人动手帮我 我自己一个人 你要说这事 我正跟你掰扯扯了 你咱就说出去旅游开车 你不认为我开车技术不好你自己开的吗 那只是口头上的事 上我家去做饭 那不你自己说的你做饭好吃 你会不会帮我 我帮你 你先我开车啊 你先我帮刀门啊 你连我进屋的 我们在一起五年 刚开始两年 两年半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不会做饭 不会做菜 行 我一个人在厨房忙 都可以 你想吃什么 咱们就做 可以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你是把牛肉炖四 炖的也是更香 酸的就酸的就很条 炖的也是熟臭的 那个时候你怎么解释啊 你是不是感觉 感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 刚开始 我可能会对你的一些衣啊 对你的一些顺啊 你可能都行 但是后来 当我们确定关系 在一起想往着 往婚姻这个方面走的时候 然后你就变了 我怎么变了 我自己是不都这样吗 我变什么了 就要改变你生活圈子 把你朋友 不让你在一起接触了 我就变了 不 我不去说 去否认你改变我圈子 这是一个错事 但是你改变我圈子 从你用的方式 是让我接受不了的 但社会就是现实的 那你把现实那套 也用在我身上吗 我得让你面对现实啊 我还得怎么面对啊 我希望 能融入到你的家庭里边去 你口口声声说 让我 对孩子像对 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我没当过父亲 我只有在我心里边的 那一些想法 那一些做法 但是我做的 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啊 孩子开家长会 他在单位没有时间去 在班上了 但是我能去啊 这个时候 他已经跟他前夫 已经分开了 而且已经很久都不联系了 只是前夫会 每个月打一些 付款费过来 但你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让我去 或者是让孩子姥姥去 但是你为什么 给他打电话 让他去啊 那天不是你说你有事 你说你要见客户 然后我给我妈打的电话 我妈不是也有事 才给他打电话去的吗 他现在依旧可以代表 孩子的父亲 去学校开家长会吗 那他不依然还是孩子的父亲吗 但是在他身边 小朋友那眼里呢 他那些小同学 每天上学放学 都是我们去接送的 但是你这个时候 把他父亲又弄回来了 你让老师怎么看呢 那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他去很正常 他不适合参与这种常识的 你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说在孩子学习方面 我文凭就那么高 你让我辅导的写作业 然后回头你说 你看孩子爸爸怎么样怎么样 以前怎么怎么辅导的 那你咋不找他来 你为啥让我辅导啊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 拿孩子爸爸能辅导的写作业 来刺激我吗这是 那不是当背着孩子说 当孩子妙不妹说过吗 你们打算结婚以后 要不要自己的孩子呀 我指定要啊 但是 他给我画了一张饼 嗯 告诉我现在不能要 不是时候 嗯 为啥 本身现在在奋斗期对吗 是 都是年轻都在奋斗 但是说现在养一个 跟养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大了 你能给他好多生活吗 那你为什么 就不能传承老一辈的 节俭传统呢 那孩子少吃一个冰淇淋 就省下来两块钱 我为啥要节省啊 你回家买一斤八米 我现在有这个条件 给一个孩子 我为什么要给两个孩子呢 再说了 我也没说我不跟你生孩子呀 我只是说眼识 现在不要 现在不是时机 你可以说 今年行 我们奋斗 明年奋斗 后年还奋斗 但是四年 五年 行不行 你给我一个日 你让我有一个叛徒啊 我这时间怎么给你 难道让他们 跟咱俩过着 同样一样的日子 吴某贤活一个礼拜吗 一辈子能有几次 那么难的时候啊 不是你们俩做什么呢 怎么会经历 这么大的难呢 19年 20年的时候 做工程了 然后 就是那种 外向保温 它涉及到很高的楼层 属于那种高危的那种 项目 然后有一次出了点 这个项目上的这个事故 因为我们的工人 都是跟着我们在一起 很多年了 干活都相同于 自己家人一样 就是除了保险公司 赔付的一些之外 我们还要拿着 很大一笔钱 去安抚到他们家属 因为都是家里的劳动力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把家里边 所有值钱的东西 全卖了 所有的卡呀 各种账户啊 全是零 家里边衣柜里的 衣服包 各个兜都翻了 最后只有五毛钱 我俩在家活了一个星期 那也正是说 因为在我最难的时候 他还依然在我身边 依然不离不弃地 陪着我每天早上 铁类汁都擦碗粥喝 所以说我们才能 一直走到现在 但是这几年 逐渐地在发生变 我也不知道 他是听谁说的 还是自己就怎么想了 突然间就变了 这几年 我没变 你总是说我变了 如果说现在 如果在经历当年的那种情况 我还是一样会跟你走下去 你没变 为什么现在在家里 你什么都要拿出来 拿出来一副女王范啊 我没有 不是你妈教我的吗 我妈教你啥了 我妈教你 你妈说一个男人就该有担当 一个男人就应该照顾女人 一个男人的家就应该什么都做 就告诉我 什么都不要说 全都应该推给你 我听你妈话也有错了 他是在哄你 他作为一个长辈在哄你 你好来话都听不明白吗 而且他跟我说了也不是一次啊 五年了有没有提过结婚的事 也提过 谁提的 他提的 不结的理由 我没有什么不结的理由 就是 那结 就是感觉 现在时间不对 活日 什么时候时间对吗 我总感觉现在在拼搏期 拼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到什么程度吗 最起码得稳定了 什么稳定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没法说有什么标准 对呀 你看 你没有个稳定的标准 你这不就是 所以其实你还是 看不上这个男生吗 我没看不上他 你就是在让我无限期地等 等到有一天你碰着合四 然后好换眼儿吗 我没那么想啊 你们买卖里需要他们家什么吗 你是跟着他们家人在做买卖吗 他们家人说实话 对我们的生意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看 养人鼻息嘛 买卖得靠人家嘛 至少今天你们俩在台上 所呈现出来的 我倒觉得真是 不结婚是对的 也没觉得这两个人非要结婚 非爱到要死要活的一定要结婚 不就互相再观望嘛 再提条件嘛 对吧 生孩子 生孩子 对生孩子 再等等 再等等 等一切好说 非逼我生我们就分手了 这不各自的底线都贪明了吗 你先来来最起码的一些 一些一丁点的火星的希望 都让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说我迷茫了 迷茫啥呀 我不知道怎么往下走 迷茫啥呀 翻身你就走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包红佑 恋爱了五年 现在连饭都吃不到一起 碗筷都是你不洗我不洗 打包扔掉 这怎么结婚呢 她 没有走进过婚姻 没有自己的孩子 即便您是在婚 她要一个孩子 天经地义 作为女生来说 考虑自己 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您刚才说 我并不是说不想生 只是现在不合适 但是在这个场合 哪怕在家里 您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时间表 35岁 五年以后40 过了最佳生育期 以后又是理由 对她来说 一张空投支票 另外 我也能够看到 您也为自己在留退路 有了孩子 没退路了 我其他不说 即便你们两个人走进婚姻 也会亮起红灯 因为两个人不纯粹 所以你们两个人 如果走进婚姻 那会是一段悲哀的婚姻 恕我之言 谢谢伯红兄 来 刹那老师 您不是说您特听话吗 他要你生孩子 你怎么不听话呀 你不是标榜你特别听他的话 又听他妈妈的话吗 你听的是什么话呀 听的是对你有利的话 就您一副高高在上 看不起他 然后把他踩在脚下的那个样子 然后还标榜着我 听话呀 就这个样子特别丑陋 我特别不好看 就还不如 好好地告诉人家 我可能现在就是觉得 我想要找一个 能力稍微强一点的人 就咱们心里想什么 说什么 对于男士 我就说一句话 你是跪着的 你跪着的姿态还要自尊 还要价值 你觉得要得来吗 你想要自尊 想要价值 想要认可 先站起来 谢谢 谢谢刹那老师 许总 女生有想过和她结婚吗 想过 我不信 如果想过的话 早就应该给她一个答案了 这个答案是 如果我们带你结婚 我们要不要孩子 你明明知道男生 很想要孩子 很想要和你结婚 但是你偏不 你偏在改造她 你始终给她一个目标 说你改了这个 改了那个 你就能达成你的愿望 但实际不然 感觉好像是 你的要求是越提越多 永远没有尽头 你压根不考虑她的感受 你把她所有身边的朋友 全给剥离掉了 听听她在你们家的感受 是什么呀 四季丁包的厨师 有个尊重她吗 所以她怎么能融入你们的家庭 你要跟我和呀 我给你改造成这样 你们不可能结婚的 不可能 更不可能有孩子 直接告诉人家吧 好不好 我们不能太过于的自私哦 这个男生有他可取之处 就是因为你割舍不掉的 你到底要什么 他能不能给你 说清楚就这样 谢谢曲总 余老师 你现在不敢承诺 包括南方希望给你要一个时间表 你不给 你说走一步是一步 但是我知道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害怕 我给你时间表 明年结了婚了 要了孩子 而这边都说了 曾经还要过离开 而吵着那么的流畅 那分手 不就成了一种必然吗 刚才几位老师看也不看好吗 所以你是担心吧 害怕吧 生了孩子 又回到第一个孩子的命运怎么办呢 他又变成了前夫怎么办呢 你有说清楚吗 没有 在拖呀 如果你要真诚的话 你说清楚 我害怕 不管怎么样 我是离过婚的人 我恐惧 这样的争吵 不会让我们婚姻变得更真实 和更迫近 只能让我们越来越远 说呀 没有说呀 只是在攻击层面上 不断的刺变 在争吵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你们都在做自我保护 不要再受伤啊 你给我个承诺啊 我爱了五年了 我也付出不少啊 我仍有负荣啊 给我个婚姻吧 当然我也可以看到 在这段感情当中 男方还是有些不舍的 付出的应该是稍微多一点 但是你只靠那五毛钱的回忆 来维持你们的关系 你要的是什么 记住 当你们没有时间表的时候 就证明你们没有未来了 没看清楚吗 吵架吵得很清楚 眼睛看不清楚 这就是为你们着急的事 所以说不要 拿一些曾经的东西 来预盖弥彰 还拜着一种希望 今天这就是现实 你们走到今天的这个结果 很正常 还有 不要尝试去改变谁 你会发现 你想改变他 然后你想改造他 最后你发现 你毁了他 在他最后呢 是把自己也给毁了 谢谢余老师啊 问一个问题啊 因为爱不爱真的看不出来 但是状态好不好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吧 就是我们舞台上也会有 就是男人离了婚了 对吧 带了一个孩子 然后一个女孩 跟他就五年 这女孩说我们结婚吧 男人说没准备好 孩子还小 然后那女孩说 那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结婚吗 这男人就说 再说吧 准备准备 后来女孩说 你看我这年龄也大了 要不然 我们先生个孩 反正我们俩的事 绑上钉钉了嘛 然后这男人就说 那不行 我不能对你不负责任啊 我得给你婚姻 我才能给你孩子啊 就是你能理解这个男人吗 我能理解 其实作为 已经解过一回婚来说吧 第一 我说实话 在感情里 我怕再次受到伤害 因为我第一段婚姻很不幸 特别不幸福 这个这一点 我是不否认的 我特别理解这个男人说 那个我要给你段婚姻呢 再给你个孩子 其实他也是 对这一个女人的一种保障 你说你现在 无缘无故 你给我生了个孩子 这算怎么回事啊 他们可是五六年 六七年了 对呀 再有感情 你将来会有一个孩子 会去拖累你呀 所以孩子是个拖累 对吧 如果说在 无性的婚姻当中来说 孩子就是个拖累 那这个性的婚姻 和不性的婚姻 什么时候能知道呢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以后 只要不结婚 永远不知道 对吧 所以按照你的逻辑 只要不结婚 我们会幸福 只要一结婚 就有可能不幸福 是还是不是 是 听明白了吗 在这段感情里面 我只需要这段感情 给予我养分 我不想对这段感情负责 我这么说没错吧 也不是说不想负责任呢 想负但是负不起啊 不敢负啊 结局就是不负嘛 你跟人明示啊 你不要给人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啊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从来没想过说 我有多强势 或者说 我真的有多大的占有欲 去支配你 我只不过就是想 让你活成我心目中的样子 但我没想到 我会给你照成说 你心里有这么大的压力 包括你钓鱼啊 你朋友 你钓鱼我也不想说 有多少去阻止你 但是我真的是很担心说 你钓鱼钓到水里这个问题 没有别的 其实没有什么说 我一定要你在家陪着我呀 或者怎么样 没有 还有孩子问题 其实我觉得女儿跟你关系 真的挺好的 可能一直都是说 你在心里怎么想 但是我真的不是那么想的 我可以去接受你去改造我 但是我真的希望 我们前面有希望能看得到 这是怎么了 过去在这个舞台上 都是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 跟了五年 我都跟你五年了 你得娶我呀 你得给我一个保障啊 怎么现在都变成了男人这样了 咱是怎么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开门 其实女生那个 基本已经可以看到了 女生有一个最标准的逻辑嘛 叫悲观主义逻辑嘛 我不结婚 我这样 我会不受伤 我一旦结了婚 我就有可能受伤 等于你这五年 还没帮她把这个伤聊过去 她可能还不太相信感情 也别逼她了 不挺好的结局嘛 有话跟她说吗 既然选择就是停住了 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好 谢谢您 请回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